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联合國老名人權專家上星期致函中國政府 致香港的國家安全本地立法抵觸了國際人權規範 只是此例子 人權專家直言北京為了香港頒布的所謂《港區國安法》 比本港其他法律更有權威和效力 是可以凌駕本來受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基本權利和置入 因此除非是改革了本港的憲證和法律介構 確保是可以保障人權自由 定明是不會受制於國家安全法規 否則今次《新國安法》出台將會是照版主管 當所謂《國家安全》和《人權保障》不一致的話 前者是會凌駕一切 後者只是形同去切 人權專家的嚴厲警告 顯記於他們對《國家安全法》的幾點批評 一就是關鍵法律觀念內容空泛欠缺明確的定義 違背法治精神 例如所謂《國家安全》的含意 是包括人民福祉 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等 大致上是沒有危險 亦免受內外的威脅 但是什麼才叫做有損人民福祉 什麼是危害社會持續發展 又如何才能算是損害呢 不同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法律是有需要長加界定 否則就會失去它的明確性 失去指引行為的具體標準 亦失去法律應有的作用 尤其是刑法 涉及到刑事的檢控 拘捕、扣留、監禁、調查的權力和程序 聯合國人權專家就認為 法律定義是太過空泛 執行上就必有風險 使執法者可以濫用手上的權力 按它的偏見來執法 用來專門針對某些性別、宗教取向 政治觀點的群體 以致是公民社會 結果就令到國家安全措施失去它的合法性 空泛的法律觀念亦會導致荒謬的結論 好像是參加聯合國的活動 都會抵觸國安法 例如所謂勾結境外勢力 是屬於罪行 而其中 這個所謂境外勢力 是包括在境外的其他追求政治目的之組織 和國際組織 但是何謂政治目的 何謂國際的組織 是沒有明確的界定的 這樣聯合國核下的人權組織 和相關活動 定期監察香港的人權表現 又是否等於所謂追求政治目的的境外勢力呢? 在這些人權專家看起來 新國安法不僅要取締香港人或組織 和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作 他們參與聯合國人權組織的活動 也都同樣可以視為所謂勾結境外勢力 過去兩年 聯合國核下人權組織多次要求特區當局澄清 究竟參與他們監察人權的活動 是否需要承擔《國安法》的刑責 但每次都是不得要領 換言之 當局對香港人能否參與聯合國人權活動 是不置可否 這樣除了是增加《國安法》不確定的地方 也都是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聯合國會員所應盡的責任 聯合國 六位人權專家也同時批評 國家安全這個觀念含義廣闊 加上不少國安罪行不涉及實際傷害也可入罪 造成控罪的門檻低 方便當局是權制批評政府的言論 例如所謂境外干預罪是指以所謂不正當的手段 要配合境外的勢力以某些作為 來所謂意圖帶來干預效果 不過專家指出 由於所謂干預效果是可以指影響 向特區當局的政策或決定 而所謂配合是包括參與境外勢力規劃的活動 而所謂不正當手段只需要 使任何人的名譽受損 因此 參加聯合國人權組織舉辦的論壇或活動 就是這個配合外國勢力 針對當局、立法會、司法機構發表批評意見 可以說是損害了某些人的名譽 而向政府施壓就是意圖帶來干預效果 結果可能會被指為一種犯罪行為 由此至終 六位人權專家都是法律的基本觀念不清楚 是《國安法》對人權法治的最大威脅 在卡壓言論自由上尤其是這樣 例如所謂國家秘密的相關罪行涉及的資料 包括重大政策、經濟或社會發展 科技發展或科學技術等等的秘密 並且是意圖危害國家安全 但這兩大定罪元素定義都是很廣闊的 因此專家就指出 涉及公眾利益的相關資訊 包括已經公諸於世的傳媒報導 都可能被指為非法披露國家機密 又好像煽動罪 行為帶有煽動意圖 是包括引體香港人 對這個國家根本制度 特區的憲制秩序 和相關機構的所謂爭行、藐視 和對其離判 就會罪犯國安 但不過人權專家就指出 這些關鍵的觀念內涵不清 但又不加以定義 當局便可以隨意發揮 加以誤用和濫用 對付不同的政見者 例如在公眾地方 呼喊某些口號 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 也會被指為損害國家安全 專家的批評不勝盡綠 關鍵是 綠委都是國際人權法的最權威代表 特區當局要提出給他們更權威 更令國際信服的反駁 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到現在 沉默事今也完全可以理解 我是杜耀明 今次評論到此為止 下次再會 拜拜